谁是观众心中的最佳小龙女 那么陈妍希这一位笑花型小龙女和其他几位小龙女相比谁更有观众缘呢 回顾90年代先后拍摄的五版电视剧《神雕侠侣》当中 音乐封印榜为你独家票选了究竟谁才是粉丝心中最佳小龙女人选 来看一下李若彤 吴倩怜 范文芳 刘宜飞 陈妍希 谁才是第一名呢 最佳小龙女第五名 另类型小龙女吴倩怜 在绑姐发起了网络投票中吴倩怜是支持率最第一的小龙女 在1998年台式版《神雕侠侣》中 她饰演的也是史上最另类的一版小龙女 虽然曾获金像奖两次平民的吴倩怜本身演技并不差 但是小龙女一绝不是靠演技就能播出味的呀 绑姐只能遗憾地说吴倩怜的外表真心撑不起这个角色呀 不够亮眼的外表再加上黑袍加深 浓妆艳抹 小便造型虽说酷敬十足 但是怎么看都不是金钟先生笔下清冷绝色的小龙女呀 一波还未平息 一波又来清晰 茫茫人海狂风暴雨 一波还来不及 一波早就过去 一生一世入梦初心 深深太平洋地深深伤心 最佳小龙女第四名 凌家型小龙女 陈妍希 天生我才比游泳 千万默契上脸穷 同吴倩怜的失败原因一样 陈妍希也是因为外表颠覆了观众对小龙女的一贯认知而备受争议 虽然小酒窝长睫毛的她清纯有余 但是稍显圆润的身材和婴儿肥的脸颊都显得美艳不足啊 引起网友吐槽她是神雕拖不起的小龙女 不过绑姐觉得吧 小龙女高冷了那么久 陈妍希这种凌家型少女风的演绎也着实让人耳目一新呢 最佳小龙女第三名 演技型小龙女范文芳 虽然陈妍希的小龙女缺乏观众员 不过却得到了前辈范文芳的支持 同样饰演过小龙女的范文芳在出席某时尚活动时 表示自己曾看过多个版本的神雕侠侣 也很期待陈妍希演绎的小龙女 我相信每一代的小龙女都会有她自己的不一样的东西吧 而且我觉得小龙女应该是每一个演员梦寐以求的角色 那我相信她应该会好好的把握 在此次的网络投票中 来自新加坡的范文芳饰演的1998年新加坡版小龙女获得季军 虽然范文芳不是各版小龙女中最美貌的 但却是表情最丰富的 因此也被网友称为演技型小龙女 值得一提的是范文芳和在该剧中饰演杨过的李明顺 假戏真作成了现实中的神仙眷侣 也算是神雕翻拍史上的一段佳话吧 最佳小龙女第二名经典型小龙女李若彤 在祝福范文芳和李明顺的同时 另一对引无数粉丝遗憾的神雕侠侣就是李若彤和古天乐了 如果他们也能在意画人的画面太美 绑肩不敢看呢 虽说在拍摄1995年版神雕侠侣时 古天乐与李若彤都还不是什么大牌 但李若彤饰演的小龙女清雅绝丽 视觉上十分讨人喜欢 一夜之间红遍了大江南北 电视剧播出后至今 每每对观众调查最适合饰演小龙女的女星 绝对少不了李若彤的名字 最佳小龙女第一名 古典型小龙女刘亦菲 虽然李若彤饰演的小龙女颇有观众源 但是她也因为身眼窝酷似混血儿 而被指出不够符合原著中的古典气质 虽然也遭网友吐槽演技差表情目 但刘亦菲还是凭借单凤眼鹅大脸的古典长相 显胜李若彤 扯了小龙女中的差不万 除了古典外 金庸在神雕侠里中还描述小龙女 看起来约摸十六七岁 对照金庸先生的原著 在一众小龙女扮演者中 出演小龙女时不满二十岁的刘亦菲 在年纪上显然最接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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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